噢 大家好 我是混沌 現在玩的遊戲是Pokemon GO 然後現在是那個2023閃耀明星活動 那他有一個收藏家挑戰 閃耀明星收藏家挑戰 那我插一隻那個 欸什麼龍 寶貝龍 那這次應該就也會抓一抓嘛 應該沒什麼太特別多 也沒有特別少的 好 抓起來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喔 40 那他獎勵的話就50個 暴飛龍的超級能量跟 兩個不太重要的東西 特殊招式學習器 一般招式學習器 好吧 那就這樣就完成了 喔 然後現在的活動的話是 有那個新的異色寶可夢喔 咚咚鼠可以抓 那其他就缺什麼抓什麼 那波克擊鼓的 異色機率好像沒有比較高 我怎麼印象中好像 之前有那個特殊裝飾的時候 他說他的暈色機率有比較高一點 好啦 那就好像就是 缺什麼抓什麼 然後翁服也有在野外喔 可是數量很少 可以 可以追追看啦 但是很少 可是其實蠻多的啦 雖然他說少 但是有時候也是有點數量的 好吧 哇 咦 好像還行耶 他密度還不錯 然後拍照的話 會有機會拍到龍屬性 或妖精屬性的寶可夢 這個就 隨機了嘛 很難講好不好用 那收藏家挑戰 還有什麼 哇 還有田野調查 那野外都一直都打 會有人很想解田野調查 然後 一星團體戰 然後傳說團體戰的話 現在是 傑克羅姆 他可以學到 雕塑閃電 專屬招式是不是 然後超級團體戰 那個有一個 新的 超級暴飛龍 初次太棒了 可以打一場拿 200個超級能量 他現在應該 最少都會給你200點 反正我沒有拿到比那個還低的 哇 專用招式 傑克羅姆 教授閃電 OK 那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 那個東西叫什麼 嘿嘿 對啊 突然我記了 記性不好 我怎麼沒看到他的公告 那個那個 電影龍 不是 他在那個 大家找寶貝的話 有那個 雕飾了 現在是 綠色的 這個掉什麼東西來的 反正有一個 綠色的 圖示 一個方塊 誒 這是補給 那個什麼補給站的圖示嗎 然後它是綠色的 誒 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我以為變影龍都少少了 所以現在變影龍那就不著急啊 等於是 整預設的開放在努力抓 可是它那個 機率不知道怎樣 要到時候開放了才知道 那差不多就這樣 我要什麼忘記了 好 先這樣 大家 掰掰